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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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观察 首先它是把一个政党的利益 跟一个国家的利益绑架到一起 它意思说党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就是人民的利益 这完全是胡说 因为政党只能代表了政党 而且还不能够 政党有八千多万党员的 它可能只是代表的是少数利益集团 就是上面高层的利益 所以你看这个 动不动就讲国家利益的时候 它其实用一个宏大的话语体系 让老百姓就是说相信 它做这个事情为每个人利益 但是我们看到这过去的几十年 中共所作所为 已经证明了 它所谓的国家的利益 党的利益 实际上归结到一起 就是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 这点 另外我们就是说 这个讲到民族主义的时候 到底什么是好的民族主义 什么是那种 对世界和平 安全 还有各个方面来讲 造成不利因素的民族主义 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 有很多次战争 还有后面的恐怖主义袭击 还有后面很多的这种纷争 都是因为一些 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要反对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还有这个民粹主义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一个 就是首先是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的这种价值取向 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同 另外就是说 在全球这个环境中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 其实我们在价值体系方面 是普世价值 它也是有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好 谢谢夏天 那么陈先生您的看法 就是说关于党国民族主义 以及民族主义之间 有怎么样的差别 那么现在它在中国 是怎么样一个反应 您的看法 党国民族主义 首先那个党 党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 它是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做 就像现在习近平最近又提出共产主义 实际上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如果是追溯它原来的话 它是一种所谓的反民族主义的 工人无祖国 它是个国际主义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主义的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 虽然它这个是已经完全错误的 但是它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它把党国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本身是有点不伦不类的 实际上是 当然你提这个说法 他这个说法对不对 就是您觉得有意识到这个判断 这个说法当然可以用 就是说因为中国是党国一体的 就是说党国 但是用这个说法中间 又掩盖了内部的很多差别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所谓的党国民族主义 这个在我们就分析最主要的 中共三个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和习近平 我们就他们之间的话 毛泽东他是所谓的早期 他在统治中国的早期 50年代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意识形态化 现在揭露的所有的解密文件证明 他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 他是受斯大林 包括中朝战争等等 他是受到斯大林的很大的影响 或者说他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所以他的意识形态化是相当强的 即使是后来斯大林去世以后 他开始民族主义上升 要争夺共产主义的霸权地位 他在做最高领袖地位 他用的也是非常左的意识形态 来攻击苏联 甚至比苏联的那个意识形态还要左 所以说他这种民族主义 加上有相当大的 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笼罩的 但是到了后期 因为和苏联喷叁 所以他不得不向美国求援 他是这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所以他是民族主义 加上民粹主义 他要动员群众的文革达到高峰 还加上这个红色意识形态 三者在一起的 而邓小平是比较纯粹的民族主义 他对意识形态已经不大感性 表面上的话 起码来说 他是要用所谓的国家利益 这一点来笼罩 他的这个基本政策 这一点 而习近平现在有某种意义上 但是邓小平也是反对民粹主义的 和毛泽东还有两点不同 他第一个 他红色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这么浓了 第二个他是反对民粹主义的 习近平现在他是反对民粹主义 这点和邓小平相同 但是他目前又开始慢慢的复兴 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起码在一部分的回归这点 所以他们三者之间都可以看出 他们的这个强调的方向不同 但是集中的完全相同的一点 就是利用民族主义这个口号 这个东西来巩固自己的执政的权利 和执政的合法性 就满足这个党国的需求和利益 那么就是习近平提到的 这个中国梦和复兴之路 这个东西民族复兴之路 是不是就是他的这个党国 民族主义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一个口号吧 就是党国民族主义 他在各个时期 他有不同的口号 但是这个不同的口号 实际的核心内容 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 也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不是当时学生提出来 他们也把他接过去 毛泽东时代是独立自主 自立更生 这种所谓民族主义 这些口号都不同 关于中国梦呢 就是我觉得 首先做梦是一个个体的事情 你让全十几亿人 做同样一个梦 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也就是说 只要一个执政党或者政府 他只要给老百姓 有做梦的机会 做各种各样的梦 你想做什么样的梦都可以 你给大家一个自由的空间 是 那么最后呢 如果大家的梦想 只要是不违法的 对这个社会呢 它能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 所以说 最后呢 就是你可以看出 这个梦可能有千差万别 有谁 哪个美国总统 规定美国人 应该做什么样的梦吗 对吧 德国有人规定吗 都没有 所以大家呢 就是说 应该是你给大家一个机会 一个自由的空间 大家想做什么梦都可以 那么刚才呢 就是我们在岛屿中 也谈到夏教授 就是说 讲到这个党国民族主义呢 就是中共它是 肯定是用它来 调和内部的这个矛盾 以及在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冲突 那么说到这个 中共内部的矛盾的话呢 比方说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 像是政府的利益 和这个民众利益之间的 这个冲突 以及这个民族利益 他们之间的这个 相互的这个矛盾 就是您的看法 就是党国民族主义 对这些东西究竟能不能起到 这个维持目前现状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区分 什么是民族利益 民族利益到底是谁 哪个民族 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 那是汉族的利益 还是维族的利益 还是藏族的利益 还是盟族的利益 那到底这个利益 是不是说哪个人数最多 就应该为哪一个族的利益 那少数民族的利益 可以不顾了吗 或者讲 大汉族就代表了 少数民族的利益呢 这是从民族这个角度来讲 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 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呢 是不是占越多的领土 就表明国家利益就越大呢 还是说这个国家 如果讲污染严重 污染没有办法治理好 那么这个国家的利益 它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那这样的情况下 国土面积越大越好 还是越少越好 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 就是说领土大小不是一个问题 关键就是说 你所治理的这个领土里边 国民有没有这种 自由和幸福的感觉 他们有没有行使 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才是关键的 那真正这个 按照西方人的一些人士的评论 说中国所谓的国家利益 其实就是500个家族的利益 就是那个统治集团 大约500个家庭的利益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区分 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语境里边 我们应该特别强调的是 个人利益 那如果连个人利益 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话 你谈什么国家利益 谈什么民族利益 这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你像中国的老百姓 动不动房子被强拆 然后土地被强占 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权 和各种表达权都被剥夺 中国个人的利益 如果得不到保障 那讲其他的利益都是白搭 这是我想起 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毛于世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中 是人权高于主权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 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 拨打热线电话400120551 400120551 第一位呢是吉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感觉我挺就是那个赞同 就是上两位嘉宾他们的说法 但是说的有点复杂了 现在习近平要做的就是维护 很简单 就是维护整个就是共产党 以及他们这些红二代的利益 他们他现在做的 以及维护的就是这些事 很简单 维护他们的利益 至于说做这些那个 又是这个主义 那个主义 只是迷惑 就是说公民而已 没有别的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说太多了 也不太好理解 其实就是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已 好的 好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张先生 你好 张先生 你好你好 我觉得吧 说到国家利益啊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要说一句 美国最坏 为什么说美国最坏呢 他当年为了冷战的需要呢 他把中国的钓鱼岛 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日本 是吧 假如我是一个日本人的话 我肯定感激美国 但是可惜呢 我是一个中国人 这就是国家利益 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河南的张先生 请两位回应一下陈归德先生 对 他刚才 张先生刚才说到这一点呢 实际上 他不大了解历史 钓鱼岛这个历史是比较复杂的 过去这个归属历史上 曾经和日本和中国都有关联的归属 这个在历史上说了很多了 我们不谈这个东西 主要是说是 他说是美国把这个钓鱼岛送给日本 实际上当年的日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征求过中国国民政府的意见 就是说你们需不需要 要不要把这个摇回去 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对此不知可否 就是说同意在日本的这个冲绳岛的范围内 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个历史是不对的 美国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当然他有他的国家利益 但是在中国的所有的外国国家中间 列强中间 美国对中国的资源 客观的从意义上来看是最大的 包括在二战中间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资源 对中国的包括后来的 包括最近二三四年来的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支持 我想美国在中国的 那个正面的发展中间 都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我还补充一点 一个就是当年那个二战结束的时候 蒋介石认为还是有美国这个管理比较好 没有收回主权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后来到了一直到1958年人民日报上 当时中共的这个还是支持日本人 这个维护这个澎湖列岛的主权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 中国还没有强烈的认为 只是到了70年代 才认为钓鱼岛这个主权应该归属中国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历史背景 另外说美国最坏 这个人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历史 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里边 到底美国对中国人做的这个好事多 还是坏事多 可以跟俄罗斯比较一下 对 跟日本比较 跟俄罗斯比较 对吧 而且美国它占过中国一寸土地 说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它可能缺乏这种 这个没有封锁的这个历史的了解 可以上网查询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 听众朋友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中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对吧 要想维护所有人的利益是非常难的 比如说 房地产商拆迁 那个被拆迁户上访的多呢 还是开发商上访的多呢 据我知道还是被拆迁户上访的多 所以说要想维护所有人的利益呢 这是非常困难 但是也是不是做不到的 但是呢 应该平衡各种的利益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河北张先生 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习近平这个中国梦 绑架了13亿中国人 当然利益集团人被绑架 当然利益受损集团人也受绑架 然后呢对世界呢 也构成了威胁 所以世界上一定要警惕这种 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好 谢谢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 您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 尽可以往爱国青年的头上贴标签 也可以动出 就像上次侯继生被打一样的 我呢是咱们地区的围棋冠军 围棋冠军有点夸张了 围棋比赛第一名 也曾经得过亚军 我觉得这个民族主义好像没那么复杂呀 冲庸下雨 秋月夜 唐氏镜字汉文章 水虎 西游三国 你也说了摘 我也说了摘 喜怒哀乐 一起来 中国是个有天有地 有情有义 有孟江旅窟长征 有司马项路和卓文兄的 有孟母三千的 这几千年的文明 难道我们没有这点文化自信吗 这点怎么能 就说是中国梦就成了绑架了 多少中国人的呢 有的中国人的梦 有些网络烹死梦 就是移民到欧洲 美国到那里 继续趴在键盘上 继续发牢骚 你不相信 他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他照样继续趴在键盘上闹革命 你相信不相信 还有那宣文 宣丸子的中国梦是什么 导近天下美女一起陪他玩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好 谢谢宁夏 刚才那个夏先生 我想问你 就刚才河北的张先生 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各方的这个利益问题 怎么样照顾到全盘的利益 他说这个呢是不可能的 那么关于这个利益均等的问题 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您的观察 在中国就是强权主导利益 如果是讲在一个 平等的竞争的社会里边 虽然讲各有各的利益 但是呢 你只要经过这样一个 平等的自由的竞争 那么这些利益 就可以得到一个均衡 好 谢谢夏先生 陈先生 刚才您像高先生提到 就是说关于民族主义 他觉得这是一种民族自信 那么中国这么觉得 是一个历史这么优秀的国家 应该有这个民族自信 我想问你就是说 关于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是不是仅仅跟民族自信 等同起来 那么它跟国际的规则 规则和秩序 有什么样的冲突呢 刚才把一个 所谓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 这个感情或者是民族自信 和所谓狭隘的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等同起来 这个是不对的 实际上我们大家 包括我和夏宜梁先生 还有很多很多人 我们大家都非常热爱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中间有非常精妙的 非常高深的部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 才是戕害中国文化的 最大的一个党派 或者说他就对 政治势力 所以大家知道文化革命 它完全是扫荡了中国文化的 所以中国文化和共产党 所强调的目前的那种 所谓的狭隘的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是完全两回事的 而且中国文化中间的 有些相当好的东西 可以和现代的普世价值也好 自由主义也好 它们中间是有可以切合的部分 甚至达到一个比较相对 相当比较好的一个 现代中国的成长 我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中国根本就没有人 或者说没有正当的程序 没有正当的环境 来发展中国的文化 发展中国的优良的品种 包括吸收外国的优良的东西 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 所以刚才有一个人说到 所有的利益都不能 就是夏先生也说到 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就可以出来各自的利益 当然有些利益不一定一样 但是可以有一个公平的环境 另外就是说包括政治上 也是你还有一个程序的问题 你要大家表达出 他的自己的利益所在 然后通过政治程序来竞争 用民主程序来竞争 那么也可以得到 某种程度上的均衡 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 完全没有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 然后用强权 用暴力的强权来 把这个利益都揽在自己手中 这点是完全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 讲到文化 其实共产党是用党文化来替代 中国的民族文化 这个历史文化 破坏的最深重的就是共产党 然后讲到文化大革命 它的真实的名称应该是 大革文化名 就是说破坏了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和传统 很多文物到现在 已经没办法再复原了 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讲到中国梦 说是好像 这个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各有各的梦 帝王有帝王之梦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这种苦难的梦 对吧 那这样的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严重的腐败情况下 制度这个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怎么样才能够让保障 普通的老百姓的梦想实现 大家为什么这个向往美国 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就在于美国是能够帮助大家梦想成真的地方 所以所谓的美国梦 大多数是来自这个外国的一些移民 这些人来到美国 有的时候是穷困潦倒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下 最终能够成为 有的是成为著名的发明家 政治家 各方面的这个精英人士 也有发大财的 对吧 那么这个美国梦就给人们带来这样一个梦想和希望 那中国呢 我们现在假如说也是有这样一个环境的话 那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那些难民都会逃到中国来 来追求这样一个中国梦的实现 好的 400-120-0551 400-120-0551 下面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 湖南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 喂 请讲 我认为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体开心 他们都是 忽悠这个年轻一代 因为他们不知道 年轻一代不知道原来 我们几十六七十岁的人 我们就知道共产党的罪悟 他们一直到现在都是忽悠的罪悟 好 谢谢湖南的李先生 先生我想接着谈 就刚才这位李先生 说到呢 共产党在忽悠中国的年轻一代 那么刚才呢 您也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梦想 它的这个多样化 就是说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像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中呢 他们相当的这个崇拜西方 尤其是崇拜美国 几乎人人都想有机会前来美国 那么就是在与此同胜 他们也对美国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敌意 那么解 怎么解释这其中的这个矛盾所在呢 对 他们到美国来是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是他们就有用的就拿来 比如说美国的学位 美国的这种教育 大家是公认的 对吧 然后呢 在美国有什么好的技术啊 好的这个运行模式啊 立马都过来了 你看中国现在所有所谓成功的这些新兴的企业 不都是模仿美国的吗 无论是阿里巴巴 还是什么什么 百度啊 都不都是模仿吗 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就是由于几十年的洗脑教育 包括现在更加强化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造成了年轻人对真正的价值不了解 所以我说在中国现在没有信仰 虽然习近平现在重达这个共产主义的旗号 但是没有人真正相信 大家最相信的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什么东西对我有用 而且呢 没有道德底线 那机会主义就是说 他可以不择手段的来做事情 这个就是说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那现在共产党把这些破坏掉了以后 又没有办法来那个用新的东西来取代 所以造成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真空 但是后来呢 就是从上到下 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人到下面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但是国家领导人跟普通老百姓 不一样的一点 就除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以外 他们还加上了国家主义 和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么最终呢 会造成什么样一个结果 造成军国主义的这种纯纯欲动 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 就是军方里面有一些所谓鹰派 像罗元啊 这个戴旭啊这样的人 整天叫嚣战争 还有朱成虎 说宁肯让中国的西安以东地区 全部变成焦土 也要跟美国打 这种非常这个愚蠢的 就是说军队如果到了这种地步 成了一种战争狂人的地步的话 它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好 谢谢先生 最后我想问陈先生就是讲到这个 刚才夏先生说到军国主义 那就是说您能不能比较一下 就目前中共的这个 党国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这个军国主义的思潮 跟日本在历史上某个时期 是不是有相似之处 那么有没有可能走到同样一个这个后果呢 我想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说有些人过去曾经 为中国的当政者辩解的时候 说是中国虽然有些对老百姓 是比较镇压的厉害 但是它只要是不对外扩张 只要是不像德国和日本那样对外的话 它恐怕是比较明智的 会保持自己的正确 但是这个逻辑是 它只要是对中国的国民实行强权 一定的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出现了 一定的它最后一定要走向对外扩张 对外霸权的道路 现在我们在南海 在很多很多问题上 已经看到这个法西斯的逻辑 现在已经正在中国出现 对外也是这样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时间的关系的 关于习近平 党国 民族